趁風到人間花開頭 坐上時光十四座 又向四人合花滿月流 一起在大院遊樂 周麗北方 雪滿絲絲流 主持 鱷魚 仙人 孟你好 好 我們回到第二節的大院遊樂 剛才我們看到它一盤盤的魚蛋是很有趣的 好玩 它是機器打出來一粒粒掉出來 然後打了一個蛇餅 然後黏在一起變成一盤 這部歌是不是這樣 應該是這樣的 機制我們沒有辦法 像是子彈的 通常我們有時候去買 它就一撕 撕一撕 它好像是那些剪出來的 很誇張 但影片是鬆散一點 因為你去街市買 你已經全部打成一片 只有一個形式 街市那些切得很密 很密 而且要拿刀切開才有 你回到的魚蛋不是圓形的 四方 四方 有一點過 而且那些是會很腥的 會腥的 街市買的很腥的 是嗎 很便宜的 但現在你沒有發覺 如果我們去 平時打火鍋 去灣仔也好 去街市也好 買半斤魚蛋或一斤魚蛋 一分鐘就一塊水 一塊水 很貴 然後買一條魚片 又是一塊水 一條 七十元八十元 七十元八十元 你回到去去 起片 你只有那十九幾塊 兩東西都吃光了 怎麼這麼貴呢 尼仔 我想 始終魚是貴的 是 是 如果要很正宗的一種做法 我想就越來越少人手 人手到 而且始終可以說 這些是一些不好的工業 飲食業始終也是 年輕人是很難入行做的 是 另外我們有一個問題就是魚 是啊 很多魚 上次阿坤哥也有說過 是 沒有人做 他上次那一群 狗棍 狗棍 少了 狗棍十年前都是餵貓 我媽是餵貓 我婆婆也是餵貓 另外一個問題是我們做休餘期 是 變成我們很多這些優質的魚蛋 其實那個貨源 就是魚的鯉魚 那個料 那個料 貴了 還有少了 那你唯獨是吃那些魚 不知道是哪裏 吃雜魚 大陸運回來的那些 創製的大陸 油甘魚 你吃它 哈哈 我在那裏 就是 對 對 就是這些人是不肯 至少你香港水域已經是 就算有魚都不能吃 是 不過我曾經試過在南中國海 偏遠一點那些 就是有些 漁民 或者是 撩一條大魚上來 拿去做刺身 真的可以吃過魚生 是嗎 對 可能是偏離中國少少的 可能都沒有污染 是不是偏遠到日本 真的 真的不太清楚了 南郵附近那些 做一條張紅水 積片 很好吃 是嗎 很棒 好 問心魔具 其實你們喜歡吃魚蛋粉 還是喜歡吃雲吞麵 兩人都喜歡 我喜歡吃雲吞麵 我喜歡吃雲吞麵 我就是魚蛋 我也是支持這個 香港的雲吞麵 哈哈哈哈 你是魚蛋 我真的是魚蛋 不 可粉有時候加了凳麵多 很堅硬 我又沒有特別偏好 可粉一分兩隻 一隻粗身的 粗身的 粗身的 透明薄薄的 粗身那種 我們叫做炒河 炒牛河用的 它是比較陰暗 和闊身的 好吃一點 綠麵的 幼一點 薄一點 薄一點 就是水河 我吃魚蛋粉多 我來不喜歡 很想吃一碗雲吞麵 吃雲吞麵 水餡麵多 我來不想吃一碗雲吞麵 要比例 五碗雲吞麵 一碗可粉 大約 魚蛋可 我就四碗雲吞 四碗魚蛋 加兩碗燒鵝 辣粉 哈哈哈哈 不可以吃牛腩 牛腩少 牛腩少 你呢 我就公道 這個完全不會介紹答案 哈哈 不是 其實為什麼 因為 你吃牛腩 我好想嫂妓 我都要吃甘蘭多 牛腩 牛腩還是鮮牙 不是 他吃的都是黑腩 黑腩實黏牙 如果你吃隔沙腩 是不會有這些問題的 就是一層筋 加一層腩 那些 隔沙腩 那些不會黏 最近就是很興起青湯腩 所以就是你所說的原因 那些是整塊肉蛋 那些是黑腩 很冷的 很冷的 一定是硬的 整塊是硬的 整塊是硬的 然後還黏一塊黃筋 你看 那些真的 那塊黃筋 你咬不得 現在的咬不得 不是用鍋慢慢燒 先放在高速鍋裡 說一小時可以吃 一大鍋 吃瘦肉 不要吃 很難吃 那些黑腩 不要吃 你狗技的不是 你還要去搜集 牛腩就是 你說很冷的鞋 那些最主要是廣東的五香牛腩 就是黑腩 是 潛州那邊 根據資料分開兩種 一種就是青湯腩 就是五香牛腩 大家吃到牛閘街邊的那種做法 現在最普遍的就是青湯腩 發覺華姐的住室也是很出名的 潮的當然好吃 它不是坑腩 就是隔沙腩 用漂亮的腩 普通雲吞麵店 那些黑腩 真的不好吃 很難搞 但是我們排隊排隊開行的那間狗技 其實我們都不覺得有牛腩 它已經是蚊肉碎 要是蚊肉碎 要是像你的那隻 黏牙黏到飛氣 現在真的要公開譴責它 那間狗技 狗都不屌 你屌開狗 天津隔壁的名菜 狗不吃 狗都不肯吃 狗都不肯吃 上去過譴責 誰去狗技吃東西就死了 現在 沒有人 沒有人 狗技 不可以 這應該是人口控制的問題 沒有人 一做錯事就死了 人口控制 700萬人口 迅速剩下300 你們兩個 街坊是正常人 是狗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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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狗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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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是狗技 又不得不恢復 有個水邪春 他都記得得到 這個的時候 應該是套館 他都沒有改錯名 吃得多你去狗技 狗技 是狗技 不是食得多你還會去狗技 大閣嘴的間 大閣嘴的間 狗狼殯儀館 現在我們又想播一段影片給大家看 因為是十幾分鐘的 我們訪問了泰子道是嗎 花園街 這間叫做麵樓 那間很出名 很出名的 是很好吃的 而那天我懸慳一面 我剛做完訪問後發哥就來了 如果不是就抓他入鏡 網台界手創條發哥上網台 生琴發哥 生琴發哥 野生琴發哥 各位影片給大家看看 這兩個夫婦如何經營一間 爸爸傳下來的魚蛋麵檔 他們的辛酸和怎樣捱下去 怎樣希望傳承到爸爸的秘技 很多動人的故事 讓大家去細美 各位還有 我今天來到泰子道 大家面前有這麼多 這些臨盟種種的魚蛋 那我就是知到 我在訪問這些 老牌子潮山的麵牛香 我們是在泰子道的麵牛香 而在我旁邊 就有一當 很有堅持傳承 前山飲笑文化的一對批圖 敏姐和傑哥 你好 敏姐 我知道你是第二代經營的儀式 可以這樣說 在泰智道你們是面對香港有多久的歷史 如果是來這裡八年了 真正正我和先生黃先生 來這裡八年在這邊做 以前曾經有一段時間 我爸爸在這裡也有開過一段時間 離開了這一區 離開了這一區休息了一段時間 又在旺國那邊 又開了十幾年 爸爸退休了 然後我自己 爸爸又退休了 但是我還要繼續賺錢 因為有個小朋友 所以我和先生來這邊開 然後因為我做回我爸爸的老本行 我爸爸說 不如把我的手撒家東西 教給女婿 教了給我先生 我先生現在繼承我爸爸的手藝 一直做到今天 也有一點街坊口碑 即是傑哥你不是開頭是學開做魚蛋 是中途出家 那你之前是做開飲食還是有什麼 都是做開飲食 都是中廚、西廚 都是廚房的 那你學這門手藝 有什麼困難的地方 我是叫做八指的 做這門手藝 所以就比較快上手 還有一些廚房手藝 那外府有沒有沒有面子 對 這樣嚴格監督 其實真的不懂 好的 在這裏 其實如果敏姐之前你爸爸 其實都做了很長很長的事 他是不是都是由大牌港開始去做 對 我爸爸是由大牌港 因為他是在大陸下來之後 因為什麼都不懂 去茶居打雜 在那邊捱捱一下 然後也是去三角碼頭 這個尖沙咀 以前的海安城前身 以前是菇梨碼頭 很多大牌檔集中營 現在都還在那裡的海防島 你叫他做菇梨 不是 他在海防島 那個集中營 在那裏做樓面 跟著幫忙做魚蛋 所以我爸爸就有做魚蛋的手藝 那監督自己又再去留 因為就算臨退休前 我爸爸都說魚蛋一件事很奇妙 他做了那麽多年 他都覺得每人都要在那裏想 魚蛋怎樣可以再好些 因為魚就是日日都新鮮回來的 那他呢 條條魚的質素都不同 那你要靠自己經驗去看 看上天氣 有時候那天冷些 或者濕度重些 他要下那些魚蛋的份量 偷的魚的成份 都會有個影 就是每天都會有個變化 所以不是一條計劃 幾多碗煲飯 幾多碗買幾碗水 就不可以這樣做 不可以說太過死板 你說如果照過什麼方法 不是說不行的 但是有時候會撞板 因為那些魚始終都是 過山山回來的 有時候那些魚真的是 天氣夏天很弱的 它本身都沒有什麼膠質 那你又照那個比例去做 根本就做不到 那你要兩位 哪位負責去市場採購 我們呢 就不用自己去 因為我們用的魚呢 多啊 假設你自己上去街市買 基本上買不到 買不到的份量 買不到要的魚 那種魚 因為現在外面的污染太厲害了 那你在街市 基本上你見些魚 下去很多兩三種 甚至大多數都是釀魚 那如果你真的要用海魚呢 又不多 又很貴 那我們呢 通常都是 我們這行有些買售的 那直接在原市場那裡 你每一天和你買回來的 那 那 那也都 那 那變了呢 你就不需要擔心說 那我明天有沒有魚 回來做事呢 那其實都有段時間 如果緊緊 有你一份 有段時間是這樣 也有段時間是這樣 那這樣 是 那我沒有魚 那怎麼辦 那沒辦法了 那就做少些 可能會早些賣光 那樣 那也都知道 可能有些行家 或者會為了個 利潤上高些 有些人會去混些粉 那樣 那樣 我們要純正魚 不混混任何東西 不混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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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 好像差一點點 因為我們想給它真滅目的 今天回來的魚 真的不是很強壯 我想問一個問題 有時候我們打火鍋用魚蛋 都比麵包那麼大 是否真的有粉 在裡面 我不可以100%告訴別人 這樣的情況 就一定有粉 但是你想想 拿一條新鮮魚 回家自己蒸 如果你蒸過了一段時間 是否很難受 那條魚不會發大了 是 是 它蛋白質 受熱的時候 即是魚的成分是蛋白質 它受熱的時候 它就會膨脹一點點 但也不會膨脹得很厲害 像籃球一樣 是的 如果有時候有些東西 膨脹得很誇張的時候 那你就知道 其實它的成分有多少 我想問一下 我們現在你用的 好像剛才說 文姐說有很多蟹魚 那你們用大概幾條種的魚蛋 去打魚蛋 三至四種左右 通常都是兩種 膠魚 那些叫門線 小魚 滑仔 狗棍 狗棍當然很少 是 全部都是在海裡拿回來 是的 通常我聽說 原本我們想早上一組來大航 我們打魚蛋 但原來是凌晨 不要搞我 我睡覺了 每早上都是這樣去做 一日如是 一日如是 就你負責去打 是 給大家看看你的手臂有多粗 算是粗 真的粗 真的粗到有多緊 怎麼打 其實是怎樣打 其實現在都是有些用機器 有些用機器 攪了魚 然後在桶裡打 是 然後再用手按 然後再用黃軟水浸熟 然後這些就開始炸 開出來 麵牛香你們都是用 有沒有用機器 還是自己堅持用人手打 有機器有人手 兩樣 兩樣都有 OK 阿杰哥介紹一下 這些食品給大家知道 好 這些就是魚蛋 是 還沒炸過潮式魚蛋 這些就是魚片頭 是 這些魚片 這些是遲早的魚片 是 魚皮 這些已經放了湯 是 魚片是用什麼魚的魚皮 煎出來再炸的 那天我們湯圓的魚 那些門線 狗棍馬仔 可以有不同不同的魚片 是 OK 通常你都是沾了粉 還有一些不同的 小小粉 都是吸乾水分 補充下一句 通常你一般在街上吃的魚皮 就是這些 一大塊 沒有鮮皮 因為它見頭 它沒有魚鱗的 所以你起了骨 起了魚肉之後 炸起來 它還可以保持 有上一尺寸給你看 但是我們 因為准魚的時候 我們都有一些叫滑魚 滑魚是有魚鱗的 是 是 是 所以它一打了魚鱗 拆了骨 起肉之後 一炸它就變成這樣 扭曲了 好像出華花 是的 但是它的魚味 就比起門舌更好吃 嗯 我們這間 我們很努力一點 做多一點 就肯把滑仔皮拿來炸 嗯 變成有時候 我們配搭 拿一碟魚皮 給客人吃 初時很多客人都不知道 這是什麼 以為是門舌碎 不吃的 我們現在就 很積極 很積極去介紹給客人 其實這些是滑仔魚來的 它很好吃的 它的魚味 是比起門舌 就更加有魚味 嗯 讓客人不要浪費了 客人有時候不知道 底部那些碎 現在我不吃了就走了 現在變成介紹了 較多了很多人 知道 這些滑魚更好吃 吃完就可以吃盡 不要浪費了 雖然現在30度還是小說 現在這個時候 應該是打火鍋時代 他們買的魚蛋 還有一些片頭 應該都去得很好 我們都挺好 通常天氣涼 一定會去得好些 還有香港人 其實四季都是打火鍋 是 變了 我們比較 天氣涼那天 會早些賣完 我們都不想說 一天做的貨 給賣三四天 堅持 每天清了 賣完就算了 每天清了賣完就算了 變了 你天天來 如果天氣涼 我就會跟客人說 你早些來買 或者給我一個電話 你可以落定命 或者你在其他區來到的時候 不用浪費了些車錢 買不到 如果夏天 基本上 當然不會去得那麼好 因為天口熱 人家吃東西的胃口都不太好 變成賣的銷量都會差少少少 其實有一個QC的問題 你不要教你這手手 有沒有一個秉承著 某一個QC 哪些魚蛋 有沒有彈到彈 還是怎樣的情況 我們彈得來要滑 要滑 要滑 吃下去 不要硬滑滑 也好像吃了一隻風 對 那你每天 你還有沒有徒弟 學令嗎 沒有 沒有 沒有徒弟 很慘 那你每天的工作時間 真的很長 是啊 隔壁說給大家聽 早上幾點到幾點 凌晨2點多 至到下午2點多 2點多 即是剛剛結束了5時 是啊 然後休息一會又再來 我看你有晚試 我已經休息了 凌晨2點多再開始 是的 大概你們每一天 會賣出多少斤的魚蛋和魚鏡頭腿 8、5斤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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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滿意嗎 敏姐 這樣的生意嗎 這樣的生意嗎 即是全部計算 沒有滿意 因為現在租金很貴 是 你要追到舊交租 那一下是很慑令 如果你說租金不太貴 那你當然是很理想 如果可以賣到這樣的斤 我看你都旺也很緊要 不斷外賣有人流 截圈這麼轉 一時時 做生意都是希望 即是有人流 還有會 起碼場面不要冷清清 但是現在和以前 以前你說百多斤一天 那當然是很理想 現在因為租金太貴了 還有很多樣東西都是貴了 變了百多斤 基本上都不是說十分開心 其實現在最難的 除了成本貴之餘 外貨 外貨都貴 外貨都貴 很多元素 請人那方面 聽說是有點頭痛 很頭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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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年輕人想入行 電話一響很害怕 因為死了 不知誰說請假辭工 你會很擔心 電話一響很有壓力 問題是一個很大的迷思 究竟牛纜 是潮州文化還是廣州文化 大家也都在你們 潮州人的圈子裡 給我們兩句留言 我們聽聽聽 牛纜 說真的 我也不是十分清楚根源 但是我認識 的時候 我就已經知道 牛纜分了兩派 廣東派和潮州派 廣東派和潮州派的分別 他們是拿著剪刀 廣東人是拿著剪刀 拿著剪刀 不知道有沒有聽眾 或者年紀大了一點 亞街老街 有一間叫昆記牛纜 他是廣東派的 他是很厲害的 他們每天在門口 很多人在門口看他 拿著剪刀 剪刀的很快 也賣得很多 很旺 由早到晚都很多人 我知道他們那些叫做廣東派 他們不會再來潮州派 拿刀斬 潮州人 有道很自豪 就說我們拿刀很厲害 我們斬毛斬很快 每件都是很平均的 斬出來那碗擺出來 基本上廣東派和潮州派的賣相 都差不多 但我們潮州派的味道 就會著重濃 加了一些自己考的老水醬 另類的老水醬 不同廣東派 分別最大就在這裏 在製作賣上菜的時間 和配料那裏 至於歷史究竟是誰先的 我真是很確定 總之有兩派 你見到的有兩派 我見到有兩派 但現在的新鮮牛湯都少了 變了賣牛雜的檔口不多 也入行的師傅不多 因為以前那些真的有刀工 它斬得很快 又要很平均 因為沒有大小小的牛肚 又因為一碗牛雜粉 可能有十一下 或者七下八下的轉手 一碗兩下 拿牛大腸上來就斬兩下 牛粉腸又斬兩下 牛肺又斬兩下 牛肚又斬兩下 然後就要搭發 牛肚上面 牛肚又斬兩下 牛肚又斬兩下 不過工序呢 手的工序多 入行的人少了 所以現在沒有什麼 好像正宗牛雜的師傅 沒有什麼 所以我見到街上 真是買正宗牛雜的檔口都不多 如果這件事繼續可以保存 都是好 一件好事 等於我們的魚蛋 真是正宗師傅的 都會一路少 明白了 問多一個問題 還有一個問題 給胡先生 就是我有時候吃魚蛋粉 看到別人的蔥菜 即是只用蔥或芫荽 那是否每個門菜 或者每個母豆 都是它自己不同的做法 可以這樣說 有些是下冬菜 有些是下芫荽 有些是炸蒜蓉 蔥就差不多 每一間都給 各個都不同的做法 沒有什麼特定 還是最正宗 沒有 沒有正宗 湯底那方面 是否用魚骨 我們是魚骨 但有很多都是豬骨 牛骨 是 好 魚骨煮出來的湯 會不會是鮮甜 鮮甜 沒有口渴 是的 不含味精 好的 好 我們差不多了 多謝敏姐和傑哥 我很欣賞一些 父母交下來的生意 去繼續發揚光大 老實說 大家想想這兩夫婦 每天的時間 就在店裡見面 這件事不是這麼多人 有個藝人和堅持 是可以做到這件事的 我想我們要多些支持 本土經濟 而且還要明白到這門口 現在的年輕人 真的很難去堅持 每天早上兩點鐘 真的 很難做 是的 都很困身 很困身 很困身 想去旅行 都不知道怎麼收到時間去 因為做這些 很多時候有冷水、熱水 做魚章的時候很冷 浸魚蛋、浸魚片 那些水就熱 那隻手 其實裡面很多時候都會很傷 這些內傷是 平常人 你這樣攀手出來 你不會知道 是的 沒有什麼風濕的東西 根本就是有那些關節炎 肌肩炎、筋肩炎 什麼炎都有 即是由肩膀開始到腰、手指 差不多可以這樣 去到腳都可以 所以一碗魚蛋粉 是有很多心血和拼命做出來的 真是開拼材的東西 OK 多謝兩位 謝謝 謝謝 太子步的麵牛香 大家帶來給我看看 謝謝 謝謝 我問完究竟要吃什麼 這個魚蛋 就是我最喜歡的那種軟的魚蛋 我聽敏姐說 就是用軟漿的魚蛋 和一般的蛋 就是兩個圓派 我們回到直播室 再討論 但最重要是吃魚蛋粉 最重要是辣椒醬 而我知道 傑哥是負責製造辣椒醬 沒錯 怎麼做辣椒醬 我們用野生辣椒肝 再加些蒜蓉一起炸 炸過幾兩個小時 但是味道很高 對 至少要夠火爐 你要不停炒 不停炒 新鮮油 新鮮油 加辣椒肝 不停炒 炒酸鹽 炒酸鹽 炒過幾個小時 過幾兩個小時 那你現在在哪裡做 特別是現在政府的環保 煙等等 那你在哪個地方做 在自己的工場 工場有 合規格的混水煙炸 周圍那些 那你獨立不會買的 你的辣椒醬 有 我記得以前在銅鑼灣 我見過有人在街上炒辣椒醬 但是現在應該是不給的 一定要在廠 一定要抽氣的 不過鍋產就是要很大 對 很長 要很大小 所以工商是怎樣 大家明白 但是這個我吃下去 也不是很辣 但是 怎樣說話 這個就是辣椒味 都香口 是不是因為是蒜頭那方面 炒到香 對 OK 明白 OK的 很棒 對方很棒 OK 回去直播室 我們再談 是真的很好味 是嗎 而且我那天是沒有人吃過 我一早牛奶到兩點多 是 然後最後打完拳 是 接著就 一起來我已經訪問了 很辛苦 你應該吃了 才會問的 對著幾篇 對著幾篇 全都涼了 全都涼了 我是最快速度 全都涼了 接著有傑哥 來講一下招將 我發覺傑哥比我更疲累 就是 他其實是很疲累的 他已經呆滯了 很疲累 你想想他 早上兩點鐘 半夜 三點是人家最熟睡的時候 你睡 是嗎 接著就做 不斷做 一人又舉一人 又冷水又熱水又冰箱 不重 是嗎 接著就開始做魚蛋 各方面的東西 去準備 其實你看到最糟糕的 是怎樣的糟糕 就是他兩夫妻 其實他兩個的 Romantic Time 其實是在店裡 是 你說真的 你夠不糟糕 你自己 不看店 叫師傅去打魚蛋 老仙 你可不可以交下你的法事 給別人幫人剪頭髮 我不是 我跟別人做事 你來就交不來就賊 你交他 真的 是 但是你看得到他們 要是堅貢 堅辛苦 堅多一個工商 還有上次 阿坤哥不是說的嗎 嫁了給潮州人的女人大和 娶了潮州人的女人大和 還要 還要 還要死 富城已經辛苦 還有外父 富城有兩種堅決的條件 要爛做 耕屌 沒有糧出 跟老爸很笨賊 當年我幾乎跟我老爸打打架 就是這樣 你可不可以 硬到死人工 阿仔你放心 年尾有得分 後來還要做 我一塊東西 立刻第二年就不耕屌 你還在說我 記住 成全要有三大要決 爛做耕屌 沒有糧出 這位都是爛做耕屌 沒有糧出 可以這樣說 如果你想想一層 去到將來 你作為一個老闆 其實飲食業是辛苦 但始終在這個年代 雖然租金很貴 但依然是很穩 可能很多外行人就不知道 其實你食材本身很便宜 那你鑽研馬訊 是不是真的做企桌 那時候 那些是潛瑜的興趣 不是 一被老爸吊完 吊你了 你老闆 你做了三T 你不批賊 你不做 你不批賊 一定是這樣的 立志中三T 中完屌 你不批賊 我不做 那麵樓香 的確是很值得去的地方 我們也說回剛才的軟漿和硬漿 我一般的硬漿的魚蛋 咬下去是很熟的聲音 扔下去好像玩膠球 我是偏向喜歡軟漿的魚蛋 那些是個人的選擇 我喜歡高霧的 那樣不能選擇 不能解釋 是 你們喜歡吃軟的 我可以的 兩人都可以 兩人都可以 你都蠻雜食 是的 我是蠻雜食的 這個魚蛋可以的 另外有一件事 就是麵樓香的魚蛋 而且魚肉很滑 我相信敏姐是沒有露點我的 他選魚的時候 他就會知道 如果今天是滑仔多 或者是門線多 比例那方面其實是要調教的 有幾隻魚的比重 這間我吃過很多的 肯定是 肯定是 是OK的 好老實說 我真的很少有機會去花園街 說真的 去花園街霸了 你去布蘭街多 我也是在香港區 我真的去吃過傳記 如果你問我傳記的魚蛋好吃一點 還是敏姐的麵樓香的魚蛋好吃一點 他是贏一班 贏一班 敏姐是比較好吃的 好吃一點 不知為什麼 去完吃完之後 那個感覺是 你會看到別人的菜 挺漂亮的 對 脆綠 都是脆綠 是比較漂亮的 沒有辦法 這些我們是 吃的美食家 我們真的有那句說那句 哪些好吃就賺哪些 不一好吃就不好吃 如果去狗技就死全家 吃狗技就光顧狗技 吃狗技就光顧狗技 大個嘴那間 休息一會 再說第三吧 記住張美食 好 好 休息一會 先休息一會 有幾高貴 說低俗 我們清低 洗你 你有幾高貴 說低俗 我們厲害 有利無利 做你自己 低俗奋道 我低俗 歹我舒服 你